- 道上你會感覺到國籍機場就出國了 - 現在整個機場加起來 - 這邊整個都是空的,非常空曠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這次迷克夏飲料店惹出爭議了 原因是中國團隊經營的迷克夏 在小紅書發表了 嘿,咱迷克夏從中國台灣來到北京啦 是北京的手店期待與新朋友見面 而台灣團隊的迷克夏則連發兩篇貼文表示 我們在2019年就退出了中國市場 並且賣掉了中國的經營權與商標權 那台灣迷克夏與中國的迷克夏 並無任何的經貿往來互不隸屬 如果再有不實指控的話會依法起訴 但是這篇公告還是引起了不小的台灣人民抗議 導致台灣迷克夏又發出了第二版公告 說啊,我們在2019年之後 就把中國的經營權跟商標權賣給了中國 那我上網查了一下 台灣的迷克夏是由 雅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跟 迷克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去經營的 而2021年啊 迷克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的51%股權賣給了 菲律賓的快樂風公司 而快樂風啊 在全球都有不同經營餐飲的公司 在美國的啊 在中國的在香港的 甚至菲律賓本地 現在台灣也都有 但我沒有找到快樂風與中國迷克夏的無錫中海品牌有任何的關係 目前是找不到啦 但還是有很多台灣的網友不買帳 堅決抵制台灣的迷克夏 你發出公告就發出完整一點嘛 你要說這個台灣中國一邊一國 諸如此類的 那你為什麼不去告中國的迷克夏 你不去告他們在小紅書上去蹭你 你反而要過來告我們 台灣的消費者 其實站在我的角度單單來看這件事情啦 一家公司他願意撤出中國 不管是什麼問題什麼原因明面上或是真實他想要這樣撤 不管什麼原因 起碼這家公司比起很多舔工藝人來的有種吧 雖然迷克夏並沒有直接用到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字眼 但他也說出了互不隸屬 那你試試看讓郭品超或是蕭敬騰說 我們互不隸屬 你看會發生什麼事 其實我們要給勇敢他出第一步 不管他這一步的步伐多大多小 不管有沒有達到我們自己定義的那個標準 起碼他做出了這個舉動 我們應該都給予鼓勵 不然如果要按照我的標準的話 其實很多台派的台灣人 還沒有達到我定義的反共標準 那我也不能說你們是舔工的人士 你們不反共對吧 那當然我僅僅是說這次事件的層面 其他他們家飲品好不好喝啊 用料來源你滿不滿意啊 這個是另外一件事情 如果有人賣出了第一步 雖然達不到可能一些人的預期標準 那我們也不要用罵的用嗆的方式 我們不應該用這種方式 甚至嗆的比可能陳一涵 他最近在這個中國的節目上說 他來自中國台灣 或者是郭品超說他靈魂在祖國 台灣只是身體的家 肖心承說要回祖國看看 對吧 都是中華民族兩岸一家親 看看這個黃河水 多美啊 如果我們一直這樣的話 以後還有誰敢偏向台灣的立場去表態 哪怕只要一小步 當然我不排除有些是敵對網軍來煽動反川 要讓我們台派扣上獵巫的帽子 當然我也知道一些台灣的消費者會不滿 欸確實啊 你為什麼反過來想要告我們 說所謂的不實謠言 你不去告這個 中國品牌在小紅書上面 在那邊亂講話 亂稱什麼中國台灣 諸如此類的 其實攸關又扯上這種 國家隸屬層面啊 甚至可以扣上民族情緒的這種 層面的東西 在中國的官司絕對告不已 根本也沒有辦法去告 中國的律師願意去接這個東西 你看連五印兩品 這種大品牌啊 在中國都可以被扣上 你才是山寨 都可以打輸了 對吧 你看在中國有多少個 周杰倫民族 都可以被用來去開個人演唱會賺錢 越遠的距離票價越貴 對吧 就是 連這種東西都可以山寨去賺錢的 然後把人家的歌 變成你自己的歌在上面唱 還有什麼事是不能山寨的 還有什麼事是 正版方告的你的 而最近啊 中國不僅爆出了 隸屬於中共國務院旗下的 國營品牌 中楚良 他的食用油 混裝煤氣才有的危機 風暴對吧 這個你哪怕放在日本 或是台灣 美國都是一件 重大的 史安危機 對吧 這個全球國際媒體 連中東的 甚至俄羅斯 都報導了這件事情 而 爆料的記者 他被消失了 對吧 現在 在中國的熱度 也沒了 而你有沒有改善 大家不知道 那還有多少企業是 這樣子去做的 不知道 因為畢竟 從2005年 就開始有這種 油罐車亂混裝的事情 連海運 都是在混裝 而確實 如大家看到的 中國的民眾 也不敢像 歐美 或是台灣那樣 為了食安上街抗議 比如說我們就有上街抗議過 這個 鼎心地溝油 對吧 但是啊 中國的民眾 只能默默的買炸油機 或是歐美日的進口油 而日本最近的這款油 是爆倉 而很多的中國商人 哎 又賺了一波 國難財 把 日元的定價 直接換成人民幣的定價 可能降了一點 但是這個價差賺點是非常大 如果在中國 連自己吃的 喝的 被你發現有問題 你都不能去上街抗議 表達你的訴求 而政府 也在 屏蔽你們的聲音 不讓你們 盡快的知道 現在處理是怎麼樣的話 台灣人到底為什麼 要跟你統一啊 我們台灣是一個民主的體制 在民主的體制狀況下 都還有很多的破事 那更何況是在 極權國家之下 你認為 會沒有破事 你認為那些上位者 他們每個人都是菩薩 中國的農夫山泉水 最近又火了一波 香港的消費者委員會 前幾天 針對市面上販售的水 進行的測試 包含了中國品牌 跟歐美日韓 港 等等的品牌 結果發現中國的百歲山 跟農夫山泉水 這兩款礦泉水裡面的 秀酸鹽含量高達了 每公升3毫克 香港消費委員會說 這是歐盟定義的上限標準 而 秀酸鹽在國際上 被定義為 2B潛在的致癌物質 這個物質是水 經過臭癢消毒之後 產生了這個消毒劑殘留物 這無可避免 或多或少嘛 只能盡量的 壓低它的數值含量 大致上是這樣 如果我有說錯的 歡迎有相關產業的朋友 可以幫我改正或是補充一下 而農夫山泉水總公司 看到了這個畫院報告之後 非常生氣 寄了律師函去警告 香港消費者委員會 說什麼呢 明明歐盟定義的 跟中國定義的 都是每公升不超過 10為克 那我們才3為克 哪裡有達到歐盟的上限呢 明明都是在標準內啊 並沒有你說的上限跟下限 只有達標或不達標 所以啊 香港消費委員會 胡說八道 若你不改正 不幫我們闢謠的話 我就告你 而香港委員會 也道歉並且修改了公告 雖然 符合了 歐盟或是中國定義的標準 但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問題啊 百歲山跟農夫山泉水 是這一批30多款的礦泉水 各國不同品牌的礦泉水 檢測中含量最高的 對吧 雖然你們答標沒有錯 但不管如何 更搞笑的邏輯就在此 小粉紅今年3、4月 不是發起了 抵制農夫山泉水的 魔爭運動嗎 喝水只喝 哇哈哈 還上街去舉那個牌 對吧 抵制農夫山泉水 喝水只喝 哇哈哈 但是你們卻不敢拿著牌子說 抵制中除良 國有企業出來負責 國有企業的頂頭上是出來負責 而現在 小粉紅 卻對這種事情不聞不聞 對農夫山泉水 老闆的兒子 在美國 感到憤怒 農夫山泉水的相關品牌包裝 或是他的蓋子 使用日本元素 很像日本的國旗 拿個瓶蓋是紅色的 看起來不像日本國旗 我的天啊 是不是很狂呢 對自己的食安 一點都不在乎 但是你卻對人家是不是日本間諜 你這個企業是不是日本的借殼公司 發起抵制你 你非常關心 對中除良跟中共中央的掩蓋惡行 你不聞不問 而昨天呢 非常多小粉 對微軟全球大更新意外的刪除檔案 造成全球機場大當機 平均每個班機被延誤了 70多分鐘 感到 哇 中國牛逼啊 還是中國系統好啊 大國崛起 你看全世界 只有中國跟俄羅斯沒有受影響啊 不是 其實有沒有受影響 對中國來說好像沒有什麼差 你看上海 深圳 北京機場 有沒有過去2015年 2017年那樣的人潮洶湧 我相信很多出租車司機 計程車司機 網約車司機 還有包含你們小粉 如果有在機場工作了 你們心有氣息焉吧 很多機場的店 都不如15年17年的標準 對吧 你不要跟我說我造謠哦 西瓜視頻抖音上快手上一堆哦 一堆這樣的感嘆影片哦 現場實拍哦 找不到一家吃飯 這個賣特產的開著呢 上海的一道 那旁邊的這個酒館關門 以前道上啊 你會感覺到的國際機場就跟出國一樣 現在整個機場 我家起來 這邊整個都是空 遇著空貨 好不容易看見一家 我以為是 砂鍋 然後你們又說啊 我們看啊 還是要支持國產 國產多好 對 你們實用油也支持國產 不要買日本品牌嘛 而且 國產要支持什麼 國營企業 國家有保障 如果你連國家都不信任了 還有誰可以信任 對吧 很好笑吧 這個時候小粉又相信資本家了 又說你看 我們中國還是有一些民間企業的資本家 這很不錯的 不是說要打倒資本家嗎 要跟政府一起打倒資本家 現在又不敢罵政府 然後又去買泥底汁的資本家 牛 牛 我只能這樣子 OK啦 我也了解 你們不敢反抗這家政府 自己的家鄉可能在被泄洪被淹水 自己親友的家鄉在泄洪被淹水 吃著無法改變的煤礦油 喝著吸憤水 只好來罵罵歐美之漢台灣 不然你心裡不痛快 你都快要去S橋了 對吧 昨天湖北襄陽 地面塌陷 開封今年二度淹水 三峽大巴下游那些 岳陽我就不想再多講 連動物園也慘遭滅頂之災 陝西高速公路 昨天 今天凌晨啊 被大水沖垮橋面 目前中共官方通知有11個人S 20多輛車落入水中 我估計後續處理啊 又要跟前幾個月 廣東 梅州高速坍塌一樣 冷處理 這些僅僅都是九牛一毛 而且上個月 四川 成都那邊不是也一個捷運塌陷嗎 那中國還有很多 比較不知名的鄉下農村啊 都在遭受這樣的滅頂之災 而小粉紅 繼續在那邊 哈哈哈哈 台灣省人小區才淹水 你媽死的 你家高速公路才塌陷的 我都沒有看到這件事 我給大家看一個很好玩的小粉紅言論哦 這個小粉紅嗆說 中國只有陝西省 沒有陝西這個地方 陝西省20萬平方公里 7.7個台灣大 都被淹了 問號問號問號 井蛙就是井蛙 吹牛嘛 也要可行性的吹牛逼 被人一看就是破局的 那是你們的精神 糧食多吃點 看你們也餓得發慌 然後呢 央視 開始就報導了 啊 陝西突然被淹啦 怎樣怎樣怎樣 陝西高速公路貪方啦 然後小粉紅才說 哎呀 央視報導的是漢中 並不是陝西全省 一個漢中2.7萬平方公里 我聽都沒聽過很抱歉 中國太大了 我歷史不及格 這樣你要怎麼無統台灣 就是 陝西跟漢中是你們鐵板一塊連在一起 沒有隔海 你連這個地方都不認識 你卻一直關心 遠在海峽一端的台灣要收復他 那當然為什麼我們要關心你 因為我希望有更多中國人民可以清醒 可以崛起 當中共做出什麼迫事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勇氣站出來支持他 那起碼 你不問不問 你起碼冷處理 好啦 影片的最後來講一下 越共總書記啊 在昨天7月19號 雨勢長遲 中國反賊圈 跟中國強烈的平台 很多人都說 為什麼啊 可惜不是你 你看人家越共總書記做得多好 說走就走 咱們中國也不學一下 還有一些網友說 為什麼這些好事 總是發生在別的國家身上呢 我們中國 薪資所向 這些是在說誰呢 今天影片到最後解釋 我喜歡這影片 我不想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白療 下次見了 掰 連人都搶了 封鎖 封鎖